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肃 在今天這支視頻中 我們易豐中國的研究部經理唐文峰 將談談為何未來幾年內 中國股市還會有上升潛力 他將給出三大理由 中國股市今年迎來強勢反彈 代表中國A股的滬深300指數 和代表中國S股的恆深中國100指數 年初至今分別上漲26%和14% 漲幅位列易豐研究部所有富派市場的前兩名 漲幅後世即使在中國股市年初至今 具有如此高的漲幅之際 我們認為中國股市依然具有非常強的投資價值 首先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 有望在妥協和協商中達成和解 在貿易摩擦和解的背景下 投資者對於中國股市的看法 將由2018年的極度悲觀轉為樂觀 因此也將在情緒上 促使中國股市在未來兩年出現上漲 其次 氣槓桿將讓步於經濟的穩定 利好股市資金面 政府採取的措施包括 鼓勵國有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 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 鼓勵資金進入市場流動 央行今年1月已經有了兩次降準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實體和金融體系 對於資金的迫切需求 中國股市在資金面上也由此得到了有力的支撐 再者 中國宏觀經濟增速下行 但經濟結構將更為健康和持續性 中國正在從一個出口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體 轉向消費驅動的經濟體 城鎮化率每年1%的穩步增長和中國GDP增速持續上行 將支持消費升級 這讓我們對中國未來的消費增長充滿信心 當上述因素相疊加 改變大家2018年底的悲觀預期 將在2019年把預期指針從悲觀的一側 撥回到樂觀的一側 從盈利上來看 我們預計中國實際GDP增速未來幾年有望保持在6%左右 而民意GDP增長則有望保持在年均10%左右 因此中國上市公司的整體盈利在未來兩年有望保持在10% 從股市估值來看 中國A股互生300指數和H股恒生中國100指數 現在才11.8倍和9.9倍 也低於他們的合理適應率13倍和12倍 倘若考慮到中國未來兩年的盈利增長和估值擴張 我們預計中國A股和H股未來兩年 將有高達35%和50%的潛在漲幅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視頻 請繼續留意我們的下一支視頻 屆時我們的分析員將談談 為何目前半導體產業仍然非常具有投資吸引力 如果你想獲得更多投資點子 不要忘記關注我們的社交媒體網站 而如果您有什麼話題 希望我們在下一支視頻中進行探討的話 就請在視頻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